我刚才有讲过 说你这个电压它降下来了 你一降下来以后 这个神经就特别容易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来 我从250要降到100 你要降很多 可是你假如现在已经120了 你要降到100只要20 所以风吹草动 它就送信号了 对 因为它只要降20就送了 那么一旦这个信号 是你原来老是觉得很讨厌 那个事情的记忆的存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每次就一直回来 它到头又来 而且怎样来 你播放一次以后 它下次更播放 为什么呢 它每播放一次 每信号送一次 它电压就会降一点 它就更接近100 它本来120的送了一次 好不容易等了半天休息一会儿 它又回到120 可是你又一点风吹草动 它又来了 所以你那个事情就不断的发生 你就 老是有人在追我 或者是 有人想杀我 一直想 有人杀我 有人杀我 因为你那个反应一直出来 它一看到旁边有个人 它那个就兴奋一下 有人要杀它 这是换句话来说 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电波缺氧 就是你脑子缺氧 脑子缺氧 脑子缺氧的时候 所以你所有的忧郁症 失眠 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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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不稳定 都是它 狂躁 都是它 万变不离其中 因为大脑缺氧 大脑缺氧 继继续